多边色奈米仪太阳能器 大家好,我们是多边色奈米仪太阳能器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实验呢? 因为多边色奈米仪太阳能器它的制备过程简单 并且拥有潜在的高光电转化效率 而且我们希望它可以大面积的涂抹 因此我们制备出我们的多边色奈米仪太阳能器 首先,我们的研究过程以及方法 第一点,我们先制备利用不同浓度的烧酸银、红青化带以及柠檬酸钠 配置出不同浓度的奈米仪粒子 接着找出我们最佳制备的奈米仪粒子 分别照射钠灯以及乳素灯 接着将照射钠灯的奈米仪粒子分别加入绿化被、绿化带、点化钾以及双化钾 接着我们制备出我们的多边色奈米仪光明染料电池 并且将它拿去装了太阳光、纳灯以及乳素灯 将它们的转化率做比较 接着我们将转化率最佳的太阳能光明染料电池 制备出我们最佳制备的多边色奈米仪太阳能器 在实验一的地方我们利用青铜化钾、酵酸银以及柠檬酸钾 以浓度与量作为变银制的下列六种式样 在式样二的地方我们加入0.01m的1毫升的酵酸银 0.02m的柠檬酸钾5毫升以及0.02m的青铜化钾5毫升 而我们的最佳制备奈米其波峰落在390mm 在实验室的地方我们加入不同的乳素颜类 在式样一我们加入绿化钾产生粉红色 式样二我们加入绿化被产生紫色 式样三我们加入修化钾产生黄色 式样四我们加入点化钾产生蓝色 在实验室的地方我们加入奈米及二氧化钾 以及稀释过的冰素酸以及锡丸晶做一些变火星剂 涂在我们的ITO导件玻璃上 然后另外一片ITO导件玻璃涂上碳粉 之后泡在我们所配置的花青素染料中 然后加入电解液产生我们自备我们最好的碳氧件石 好那在我们的实验期我们在第一场涂上我们的奈米及二氧化碳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多变色奈米铃就是绣化钾黄色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花青素以及碳粉 那我们在第二层就只有碳粉 我们将支配出我们的多变色奈米铃炭热气 接下来是我们的结论 这实验期我们自备最佳的奈米粒子荣物 我们将不同纹路的酵酸米 柠檬酸钠和青萌化钠自备奈米粒子荣物 当酵酸米0.001m1毫升的时候 以及柠檬酸钠0.002m5毫升 以及青萌化钠0.002m5毫升的时候 我们可支配出来 得知奈米粒子具有独特的进化车能力 我们使用穿中式电子显微镜TEM的观察器 在穿中式电子显微镜TEM的观察下 观测奈米粒子荣物和青萌化钠 在390m-10m的渠出特征风 因此我们都自此调认为最佳支配的奈米粒子荣物 接着在实验2 我们支配的多变色奈米 我们将奈米粒子分别照射纳等12小时 可得知奈米粒子容易转为红绿色 接着我们将奈米粒子荣物加入点化钾变成蓝色 再加入奈米粒子加入绿化被变成蓝色 接着我们将奈米粒子荣物继续加入绣化钾变成蓝色 再加入绿化钾变成蓝色 所以奈米粒子造射纳等12小时 成为红绿色 接着在实验上的地方 多变色奈米 太阳能电池转化为比较 我们将奈米粒子分别造射纳等12小时 分别造射纳等12小时 其中消化钾带于奈米造射纳等12小时 就带有绿化被 就带有电化钾 带有绿化钾 接着我们将奈米粒子分别造射纳等12小时 其中消化钾会带有绿化钾 再带有绿化被 再带有电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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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将奈米粒子造射五数 跟进行闯化链交 消化钾会带有电化钾 再带有电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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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带有电化钾 我们从上述得知 消化钾和红色带链 不管在任何波场的光中进行造射 所得的转化率皆有一定的数据 而且非常低 是我们四倍的 对面色奈米的太阳能量电池 最佳的数据 接着实验室 对面色奈米的太阳能量器 我们将ITO导电玻璃磨碎 并加入一个学中 并加入我们首侧的 日秀化钾 红色奈米转化率 最佳的 風力燃料电池 以及电解液 同时加入 成为最佳配置太阳能量器 这样是我们的实验结构 我们现在直接被停上 2分钟